Dukas Bay 电视团队将会为您带来最新一期的经济日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10月26日星期三将会有哪些重要新闻发布吧 首先在早晨6点钟将要发布的是10月德国GFK消费者信息 9月份该指数下滑 由于经济和收入的预期都有所下降 9月英国迪亚战争 贷款许可将会在上午8点30分发布 在过去三个月贷款批准数量持续下降 目前位于自2014年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 9月美国商品贸易平衡将会在格林尼致标准时间中午12点30分发布 8月份由于进口增长略大于出口 贸易利差扩大 接下来在下午1点45分将发布的是10月美国服务业PMI出值 9月份该指数意外上涨 达到了6个月高点 9月美国新屋销售将会在下午2点钟发布 8月份销售强劲反弹 达到9年来的最高水平 9月新西兰贸易平衡将会在日程安排的最后晚间9点45分发布 贸易利差扩大 远远超过预期 由于奶粉出口出现了大幅下跌 我是杰克艾维利特 以上就是星期三的经济日理 下期节目将会为您带来星期四的相关概述 再见 Good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